我們不是157 真的無法理解他 那麼身為政治人物啊 照理來講你最需要的就是 招降納判 海納百船 把自己做大 可是問題是你最怕的是重判清零嘛 你知道嗎 民眾黨這次去賣療啊 那個胡選的人裡面啊 事實上只有一個人對海線最清楚 他已經沉浸了五年之久 不就蔡壁爐嘛 最後的結果海報上面沒有他 蔡壁爐已經直接講了 海報沒有我嘛 那然後呢 最後當然賣療竟然坐在下面 也不能上去演講嘛 理由是什麼 公務人員 因為他現在是台中市的這個 有幾次顧問公務人員啊 所以不方便 你跟我來這頭 我問你 那時候民眾黨代表要選的 那個選台北市長的黃珊珊對不對 那時候哪幾個局所長不是公務人員 還不是照顧服選啊 還有 我告訴各位 今天最新的消息 也會在明天 這個記者會要發正式公告 那麼 強導眾人推 基隆市政府明天將正式 那麼為了以後馬上要成立 新成立的兒少處啊 推出一個 那麼所謂的2024年 基隆政策推廣大使 你知道是誰嗎 誰 楊寶貞 楊寶貞寶寶寶寶寶 去基隆了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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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是誰 民眾黨前發言人 民眾黨立法院 團團副主任 民眾黨那天在下面 哭了嘻哩哗啦的 寶寶不哭大家好心疼的那個寶寶 去基隆了 去基隆 你知道嗎 寶寶竟然去基隆 你說藍白喝嗎 不不不不 他直接變成基隆市政府的形象大使 你知道嗎 所以楊寶寶的有了新同學 他變成基隆政策推廣大使 本來大家在猜說寶寶在送信區那麼久對不對 後來寶寶哭的原因是因為不爽 為什麼呢 因為竟然要丟給另外一個空降的下來的 那個美女級的民眾黨的要接他的位子嘛 一不爽一走了之 本來以為說哭一哭就回來 沒有了 現在就一去不回頭了 現在柯文哲輸掉了 不是這個等於說賣了而已 為什麼 各位要知道寶寶跟楊寶貞 寶寶他的臉書上面 IG上面 他網路上面的粉絲有多少你知道嗎 那天他哭的時候 一堆粉絲出來幹掉民眾黨跟柯文哲 你要知道 現在寶寶一去不回頭 直接到基隆去了 直接投奔基隆去變成形象大使了 你就想想看嘛 那跟楊寶貞有講 他認同謝國良將基隆打造成 亞洲最有愛的城市的理念 不論在創造活力基隆 提升教育品質 營造安心居住城市的目標 希望透過未來不同的媒體 社群管道推廣宣傳 讓大家看到基隆的多樣風貌 我跟楊寶貞 上電視節目那麼多次了 我非常了解這個女生 她的個性 你知道她講這邊是在講歌頌 她未來的新的老闆 那謝國良有多棒對不對 她後面沒有講出來的事 那你柯文哲這個舊老闆 是怎麼對我的 你雞雞了 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 董事長 我要靠你解讀了 她真的就像剛剛雨薛說的 她要做一個基矢專業戶嗎 這個柯文哲到麥寮這個 她有一個特定的目的 柯文哲有個什麼特性你知道嗎 有錢的地方就看到柯文哲 什麼叫有錢的地方 麥寮那邊有六親 麥寮有錢 當然有錢 有王永慶 有王永在 他有這些台所 王文淵 王文淵這些大咖在嘛 他就是想要去那邊 為什麼待十天 待十天搞不好晚上吃宵夜 不然剛好嘟著說 紅棠要跟他坐旁邊嘛 就是這樣 要跟他批熟你聽懂嗎 是真的嗎 台語TV熟你聽懂嗎 就要跟他卡油嘛 就是批到那個味嘛 台索那個紅色飄的味嘛 他這次補選有幾個 雲林幾個地方 一個 兩個補選 胡偉跟麥寮 胡偉他為什麼不去啊 那張宏偉的地盤 不是 不是誰的地盤 這個麥寮就不是張宏偉地盤 他不是嘛 他是金錢導向 金錢導向 他就會去 沒錢的地方他就不會去 他去就是想要去扯 扯什麼東西 就跟王家扯一扯嘛 他是看這個東西 他眼睛 眼睛長 他有個導向飛彈你知道嗎 每天在那邊 每天雷達 每天在那邊搜索 哪裡有紅阿飄他就去了 他去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然後擺著這個陣仗是幹什麼 他這個陣仗完全作秀的嘛 他管理得多少票 他說告訴你王家 我能夠影響你這個結果嘛 就那麼簡單 我告訴你第二 他不求勝嗎 他當然 他的總票數34% 他走去求勝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他不可能求勝 他跟你弄得這個 震天嘎响敲鑼打鼓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你說 國民黨黨有人怕他嗎 沒有怕嗎 當然不怕嘛 地方選舉我告訴你 那個飄飄入櫃 那個準確度99%以上 我如果台灣派的鄉長選舉空置不到99%我選個屁啊 這當然就是今天就是這鄉下選舉 整個選舉到台北市不一樣嘛 我們不要從台北看天下 從雲林看雲林 根本就是個胡鬧的一個場合 問題是他去胡鬧做什麼 他胡鬧做給誰看的 他這個鬧劇是鬧給誰看的 給誰看的 他怎麼會看上什麼什麼張榮衛啊 他怎麼會看上這些人 他是給台塑看的嘛 我告訴你哦 你不要搞錯了哦 他下次選兩個議員出來哦 議員就專門拿白布條在門口 在那邊抗議污染怎麼辦 他怪招多啦 如果有什麼事他幹得出來 對 他有招的 他不是沒有招的 這個基石不是只是 潑上這次人物 誰都可以潑 當然是啊 他的目標是看上王家嘛 王家跟他扯 他跟王家扯有意義嘛 王家不會理他嘛 所以他一定要在這邊秀嘛 他秀你看 哪有一個人那麼大耐性等十天 還有不是他一個人等呢 他老婆也跟他去啦 老婆也不看病啦 這我就不懂了 他很少帶著老婆這麼多 這麼久的哦 這個老婆居然跟了九天八夜 我跟你講嘛 在九天半天裡面 搞不好就是 他的台塑的主管 就不小心晚上會有 就不小心騎單車失銷又碰到他嘛 那你就談到了嘛 就是這個目的 他沒有別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跟王家討論 就是這個目的 然後第二個 他自認為他的選票 會比過去比較選得好 他沒有想到他根本他在那邊是個 就確定他連敗事的能力都沒有 這一下他完全慌掉了嘛 那他未來還可以瞧嗎 未來 大家會怕他嗎 不是 本來他未來現在 不是他還有一個假象 因為到了大他又有辦法解釋 啊這個空氣票沒來啦 然後台算了 二六選舉的時候 我就開始看著 年輕票少年都沒回來啦 我跟你講 我在沒有跟他翻臉之前 我就問過他這個問題啦 他說他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 找不到那麼多好酸林啦 沒有好 我跟你說這樣 民進黨都民眾黨啦 民眾黨喔 你知道嗎 水果啊 人民的跟人家 那些是人家嘛 人民的就是國民黨拿去了嘛 民進黨拿去了 這些那些 金村的人家嘛 暖子了 都是那臭把辣 才跑到民眾黨來嘛 你看沒有一個人 有人力在地方選舉立委當選 最紅的黃國昌 選都不敢選 最大牌的叫得出名字來的 你看看 黃珊珊在內湖選舉 屢敗屢戰 屢敗屢戰 屢敗 沒有一次當選 完全都沒有任何一個補選的實力 她也是敗選王 她也靠柯老三 所以這是一群 敗兵之將的總集合 它是一個敗兵之將的組合 敗兵之將不是只有選總統敗 他立委也敗 到處都敗 誰說下一次九合一選舉 他到處會有議員會贏 不會的嘛 他還是不會贏 沒有人會參加他嘛 因為參加他沒有用嘛 會落選嘛 只有台北市跟新北市或許 還可以分到一兩個位置 你去粉紅給我試試看 講完第一點 你全責沒有戴好 這票給我來啦 你怕已經不穿好 你要來穿上一扣的 你快等一會睡一會 台灣選舉很單純 我看選舉搞了三十年了嘛 毫無例外 那他在那邊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他做這個秀的目的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跟王董交往 非常低級的目的 你千萬不要把他高估了 他很低級 可是他不怕是要選成這個樣子 以後沒人理他了嗎 他沒人 他把家裡賠光了 他沒有想到他自己耍寶 那搞大競場搞半天 他認為說可以有一點 總會有一點波瀾起來嘛 結果波瀾不見了 沒有波瀾 結果大家注意 結果變成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到臭水溝 現在難看 到回來以後有沒有開記者會 沒有 他又不見了 人又不見了嘛 所以這個人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 你再說一遍 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說 如何要被民進黨最最後的那一槍 要補上去收拾他而已 他毫無前途可言